说起张博之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比起现如今的流量小生小花 也许她的知名度还更大一些 是大众心目中非常有辨识度的存在 了解张博之的都知道 她既是演员又是歌手 在香港演艺圈具有很高的地位 从出道以来 就出演了许多经典的优秀作品 当年因出演星爷的电影喜剧之王 而红遍大江南北 在剧中张博之饰演的是烟流女子柳飘飘 用她精湛的演技 将那种爱而不得 又迫于现实的无奈几乎是眼活了 而作为歌手 张博之也发行了数张专辑 1999年发行个人首张 一批任何天气 并凭借歌曲《新与新愿》获得关注 后来还在2000年获得 第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金奖 可谓是前途无量 作为早期港星的代表人物 张博之的颜值也令无数观众惊艳 曾经的张博之在那个年代 可是一个受万人追捧的美女 当时不知道多少男人 都被她迷倒在十六群下 虽然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 但颜值却非常抗大 丝毫看不出任何岁月的痕迹 在事业上的张博之可谓是顺风顺水 在感情上却并不是那么的如意 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吧 当年她与谢霆锋 被外界称为是一对金童玉女的神仙眷属 结婚后更是生下了两个儿子 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美满的了 可他们的婚姻仿佛是天赐的一般 令人遗憾的是 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 最终是因为陈冠希的燕照门事件而离了婚 但二人离婚之后 谢霆锋就迅速地与前任王妃重归于好 而张博之却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不得不承认 张博之真的一位好妈妈 后来在2018年又生下第三胎 孩子随张博之姓 如今三胎儿子已经四岁半了 但是在父亲的一栏中的信息 还是空白的 也就是说孩子的生父身份还是不知道的 媒体仍然没有扒出这个三胎父亲是谁 虽然早前还仍怀疑是谢霆锋的 但是此消息一出 谢霆锋就立马回应了 虽然不知道小王子的生父是谁 当这足以证明张博之的保密工作做得有多好了 现在张博之的生活过得也是十分充足的 他现在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 让一个普通人来抚养三个孩子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张博之不是普通人 他更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强人 现在张博之的三个儿子都长大了 比童年大 一次谢霆锋为大儿子谢震锋庆声 他问儿子想要什么愿望 没想到儿子的回答却让谢霆锋愣住了 他说想要爸爸妈妈和好 可见孩子们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当孩子们抱怨爸爸谢霆锋时候 张博之都会很耐心地跟孩子解释 爸爸是爱你们的 爸爸妈妈分开 是我们自己的事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祝愿谢霆锋和张博之各自安好 也希望两人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越走越顺利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